在街頭被搭訕的性騷擾 讓女性防不勝防 而英國有一項研究就顯示 14歲到21歲的女孩 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人 曾經在公開場合 遭受到男性言語的性騷擾 但是願意對這些被騷擾的女孩 伸出援手的卻是少之又少 這是跨國慈善團體 為宣導性騷擾防治所拍攝的影片 描述英國女孩在街頭 三不五時遭到男性言語 甚至肢體性騷擾的經驗 我感覺很累 我感覺很瘋狂 我已經離開了幾個月以後 因為我感到很疼 很疼的經驗 而且也有點力氣 英國天空新聞引述的統計顯示 14歲到21歲的英國女孩 有66%曾經在公共場所 經歷被男性強行搭訕等性騷擾 但這66%的女孩當中 只有兩成在遭遇騷擾時 獲得旁人協助脫困 我只是走在街上 然後有這些男人 一直在喊 你一直在喊 你會害怕嗎 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 但最後我沒有做到什麼 雖然也有較年長的女性認為 走在路上被男生吹口哨 沒什麼大不了 甚至認為那是自己有吸引力 但智力推廣女權的民間團體認為 許多性別暴力 就是從言語的騷擾開始 政府絕對不可以等閒失之 記者綜合報導 公元 作詞 策子